我們剛剛兩段,一段是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解析它,所以兩段 解析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有個需求 什麼需求? 我希望把它存成e-sale 所以存成e-sale剛剛有講到 我們已經有現有的東西就是 總共有78個長這樣的串列 它透過回圈幫我把每個 Recourse裡面的所有資料都當然讀出來了 但是下一步我要怎麼樣把它存成e-sale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存成e-sale 甚至你可以把它套件化 或者步驟可以把它標準化 一做什麼呢? 乾脆你就找到什麼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有一些參考資料 我們就拿這個來改 所以你假設要存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這兩行最重要 應該是這幾行 可以拿這個來改好了 然後這個read這邊 假設先輸出csv Ctrl-C 那我們可以先貼到哪裡? 把它當範本 貼到底下 我們先確認一下 我們會需要有這幾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的話呢 是data 所以data裡面應該是 串列裡面要再串一個串列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先把它改成中工阿弧好了 這個串列裡面還要串列 就是長這樣 串列裡面還要串列 有沒有 那目前當然沒有 可是我要怎麼產生 第一個問題 那index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一樣 需要一個串列 然後第三個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的話是欄位名稱 但是不包含第一欄的欄位名稱 所以後面這幾欄叫什麼名稱 那其實你可以拿到那個什麼 我到官網上面看一下 這個上面好像就有欄位名稱 它欄位名稱 第一個不要 取第二欄到第五欄的欄位名稱 然後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程式的這個colons就可以 所以colons相對是比較簡單 但是記得colons裡面的話 你給那個欄位名稱之後 記得前後呢 一定要加上那個中 就是 我用雙引號 你把雙引號加一下 然後這個第一個名稱叫做縣市名稱 第二個名稱中間加豆點 第二個名稱 乾脆叫PN25算了 後面這個就不要了 OK 反正我們知道這個PN25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它是什麼 見日期 不過其實也不用那麼長 乾脆叫見日期就好了 或者叫日期也好了 因為我比較喜歡就是 滿位名稱不要這麼攏長 第三個的話就單位好了 這樣比較精簡 所以每個前後呢 就加上雙引號 那colons解決了 可是data跟index 這兩個要怎麼產生 首先的話當然你可以看到 data其實它已經 資料其實在第12裡面了 可是第12裡面我們 不能就是要避開什麼 避開第一欄 因為第一欄其實應該是放在哪裡 應該是放index 後面這幾欄呢 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data裡面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串略做分割 因為這個串列是第12 那如果說假如我只要index是取前面的 data是取後面的 那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你們可以參考 我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在這個說明檔 其實在底下為什麼會特別貼這個東西 貼那個有一個 就是這個 在第14頁這邊 那其實主要串列裡面有一些方法 可能你們要大概了解一下 也就是說呢 以後呢 假如說你要取某個串列 裡面的第幾個到第幾個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用 第幾個到第幾個 用冒號的方式 有點像range的方式 OK 去取你要的那個喔 所影值喔 那怎麼取喔 比如說我今天要取的是 像那個list2裡面喔 比如說我剛剛是data 我要取後面的東西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跟他講說 我0不要 我可以這個list2 中瓜湖裡面的話 我要取這個開始 這個的話是1 不是這個是0 這是1 所以1冒號 冒號的話呢 當然就1 2 3 4 特別後面的話是停下來喔 所以1冒號5喔 5的話呢 表示是我停下來 所以他會取第一欄到第四欄的資料 也就取後面的資料 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我要取的是data的話 那首先啦 當然喔 我要取的話 記得呢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這個data喔 它必須是什麼 在串列裡面放串列 所以喔 我要怎麼串列裡面放串列 第一個先產生一個空串列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哪裡呢 請你在這個list2 下方這邊 改一下 這個data 有沒有 這個空串列喔 怎麼樣串後面這幾 我剛剛講喔 從第一欄到第四 從第一欄到第五欄 後面的話呢 當然點append append就是把那個資料放在串列裡面 放什麼呢 還是要放個串列 那個串列的話呢 實際上我是要把這個list2 因為這個是list2 裡面的資料喔 我不要全部喔 全部的話是這樣子 全部的話變成說它會包含第一欄 可是如果我不要第一欄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加個中瓜 在這邊打什麼 我要從第二欄 第二欄編號的1 到第幾欄呢 這個是第1、2、3到4為止 這個時候後面你要輸入 輸入5 OK 這樣才對 5是停下來 不會執行 跟那個range的概念是一樣的 有沒有 跟之前我們切字串的方法也是一樣的 OK 那也就是說呢 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取得後面的欄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所以這樣做完之後 我先後面這個地方先註解一下 然後我做完之後呢 我就不print那個list2 我最後呢print什麼 print data看看 這個是不是我們要的 如果一次的話 那我要解決第二個問題了 就是column之外 那要解決data 所以data應該是 什麼 一個中瓜5裡面呢 又放很多個這個串列在裡面 知情看看 結果是不是 看一下 對 然後這裡面是不是放 不包含什麼 所以1、2、3、4 沒錯 開頭是不是中瓜 對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 在串列裡面 他放了四個欄位 剛剛好就data 所以下一個 下一個 再來第二個 data就完成了 再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什麼呢 index 所以再把index 放到這回圈上面 那一樣啦 因為這個index裡面呢 基本上 就是我們剛剛的list裡面的第一欄 所以呢 我們一樣 可以在這邊呢 利用index 這個串列有沒有 有一個方法 append append的話呢 實際上就要放資料 那個資料在哪裡呢 那個資料剛好就是list2裡面的第一欄 所以呢 我就跟他講說 list2裡面的第一欄的話呢 那一樣中瓜5 跟他講說 我要第一欄 那所影值應該多少 輸入0嘛 0的話 表示是第一欄 ok 那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基本上他得到的 就是剛剛那串列裡面的 第一欄的位置 就是指的是這些欄 麥寮 有沒有 觀山 馬宮 金門 這個的話 指的就是list2裡面的0 有沒有 這個是中瓜50 這個是中瓜51 因為這個是4嘛 所以1到4 所以基本上 我們是透過中瓜5去切 取得串列的第幾欄 ok 那就把它放index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應該index也就產生了 printer看一下 所以把這個index 串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的 裡面應該是從什麼 從馬屬一直到賣療 的一個串列 如果是的話呢 那理論上應該就 應該就ok了 馬屬一直到賣療 的一個串列 也ok了 所以我們1 column ok 2 這個data ok 3 index ok 再來我們就可以 再把底下的層次打開 所以特別注意檢查一下 我們import pandas spd 這個ok 然後我們有column 然後也有data data在這邊append 然後index ok 這個print這個 我就把它關掉了 因為我確定說index ok了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 怎麼樣 輸出成這個cs 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這個地方 叫什麼 叫 pm25 不過剛剛已經有一個 那就 pm2 剛剛這個檔 我把它刪掉 這個把它 這兩個把它刪掉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應該開起來 把它關掉 因為它如果 被打開的話 沒辦法把它刪除 我們試一下 ok好 那再來我們來試試看 理論上呢 產生這三個東西之後 再丟給data frame 那就可以print出結果來了 那執行看看 csv應該沒問題 那最後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excel 然後後面encoding 不用加 名稱的話 就是把它改成 副檔名就改成 x l x x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toexcel看看 沒有抽訊息 看起來應該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檢查一下 我們有沒有excel檔用 ok 打開看看 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打開之後的話呢 是不是 總共那個有四個欄位 沒問題 然後呢 這邊就是它的index 所以這個就是data 所以一個一個一個的放進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完成了 那我剛剛做的這個程式 基本上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 第幾頁啊 這邊也有 第十七頁 這邊也有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 好